铁心向党 深山腹地屡使命 沿层之下 机械轰鸣 前不久 火箭军工程部队担负的某国防工程迎来攻坚会战高峰期 一级军事长顾汉春驾驶新型早延抬车完成不良地址施工任务 走出座业面 他和参与施工的战友来到工地能量加油站 与大家围坐在一起 结合施工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既往开来中推进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生长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时代 一定要肩负起强国强军的历史责任 学习中 他们结合部队担负使命任务组织开展主题讨论 采取党委常委讲理论 基层主观解难题 理论骨干吸热点 人人参与谈体会的方式 推动全会精神走进训练场 深入作业面 引导官兵牢记职责使命 锤炼打赢本领 站在某特种主战装备前 沙子虾深有感触地说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 我们的国防施工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面对未来挑战 我们要坚决做到宁可脱掉几层皮 不让导弹等阵地 近日 一级军事长崔道虎结合施工实际自主研发的 多用图水物图尘装置 获得国家专利 讨论中 崔道虎走上讲台 结合自己的奋斗经历 畅谈学习体会 他感慨地说 党中央 习主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对于工程兵来说 就是要将创新思维融入工作实践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 对国防施工的贡献率 连日来 深山阵地一满学习群慧精神的暖流